大家好,我是赵老师 那么这期视频呢,要给大家讲一下 步字的书写 这个步其实是一个比较难写的字啊 你看这笔画很简单 只有横撇数点这四笔 但是组合起来就不容易 至少很多同学 应该说大多数同学这个步字写出来的不太好看 那我们今天就来学习一下 到底难在哪 其实这个横问题基本上都不大 主要 主要同学们主要写不好的原因 就在于撇数和点这三笔的组合 那么现在先来把这个字拆开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是由哪些笔画组成的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字的结构 这个步子是由什么 横、撇数和点这几个笔画组成的 你看这个横是怎么写的 我们先分别把这个笔画给它复习一遍啊 首先横 大家注意在这个步子里面 这个横就是个中横 不要给它写太长 当然你不能写太短 是个中横啊 大家来看一下 哎 横 是个中横 往右下顿一下 哎 然后撇 注意这个撇直一些啊 我们这一遍只是复习笔画不讲结构啊 这个撇 这个撇直一些不要写太弯 有同学写撇的时候总喜欢写太弯 这样是不对的啊 稍微直一些啊 我们来看一下撇 哎 哎 直一点出尖啊 这个撇要稍微出点尖 然后 树 这是一个中间 这是个垂路树啊 往右下顿 然后拉直 好 到头再往右下顿一下 是这样子的 垂路树啊 最后点 这个点注意 在步子里面这个点是个长点 绝对不能写成短点啊 千万不要这样一点点就过去了 是一个长点 而且不要沾到这个撇和树啊 好 可以了 这是啊 步子 这个里面的笔画 横撇垂路树和长点 注意最后一笔是长点啊 好 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字的结构 我们刚刚只是来复习一下笔画 我们现在来回到这个字的结构 到底怎么把这个字写好看呢 其实主要是讲这个撇数和点 大家注意一下啊 这个撇起笔的地方啊 在这个横的中间 偏右一点点 偏右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树要穿过这个撇 这个树对着的才是这个横的正中间 大家来看一下 你看 比如说这个横这么长 对不对 它的中间点是不是在这 然后撇要从它的偏右边这样起笔 往这走 然后这个树 哎 才写在这个横的正下方穿过来 大家来看一下 哎 这个树写在它的正下方 最后这个点是怎么写的呢 这个点 大家注意 不是和它粘在一起的 不要和它这样粘在一起 这样是不对的啊 那当然你不粘在一起 有的同学是写成短点的也是不对的 这个点绝对不能写成短点 为什么 它要和这边这个撇要对称 大家来看一下 基本在一条线上 或者是点略低一些也可以啊 不然的话 你要这个写成短点 它会重心不稳 左重右轻啊 那再一个 你方向也要正确啊 你看 这个夹角 撇和竖这个夹角 以及点和竖这个夹角 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个点从哪起比比较好呢 这不是撇和竖 接比的地方吗 对不对 它俩穿叉的地方 然后这个点不要对着它 要比它略低一些 从这起比啊 这样的 你看它俩 在一条水平线上 基本上是这样的 左右两边 你看这个夹角是差不多的 左右两边要对称 这是步子 这个结构分析啊 我们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遍 来我来看一下 这个横 往右下顿 走 好 可以了 这个横是个中横 对不对 中间 你看这横的中间在这 撇 偏左一点 偏右一点 这个撇直一些 不要往下下啊 有同学这个撇 方向不好看 方向往下写 那就不好看了啊 然后竖 哎 写在这个横的正下方 是这样子的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啊 哎 这个撇出点劲啊 往后再往外再送一点点 然后点 点 你看看 撇和树是从这 穿插过去的 对不对啊 这个点要比它 七米的位置要比它低一些 哎 我在这儿可以吧 我不对着这儿 我比它低一些 从这儿 哎 点油筋到重 是一个什么点 长点 基本在一条水平线上 看见没有 然后撇到树的这个夹角 和点到树的这个夹角 哎 两边这个夹角 基本上一样 也就是说左右两边 基本对称 这是步子的写法 我们最后再来给大家演示一遍啊 首先往右下顿 走 好 然后撇 偏右一点点 往左走 不要往下啊 树从中间给它穿过来 这是一个垂路树 最后点 哎 撇合树 接笔的地方在这儿 然后我们低一些啊 是一个长点啊 点油筋到重 哎 这是步子的写法啊 好 我们今天这期视频 这个步子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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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